德安同志又开枪了 我们的神枪手韩韩同志和女友赵卓娜的事情正闹得沸沸扬扬 却不了艺失足落下情更有旁人来落实 而这次中枪的也并非无名之辈 而是广大屌丝心目中的宅男女神刘亦菲 据知名娱乐策划人独孤一爆料 韩韩曾与L女星开房三天两夜 L女星林志玲 N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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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林妹妹可谓是天家过夜费 独孤一称 韩韩有极油的习惯 跟很多女艺人都有说不清的情感 特别是和这位L女星更是暧昧无限 曾经就在北京宾馆开房三天两夜 并屡部战貂蝉 而此女星样貌清纯 且一头长发 秒杀各种情怀少女和屌丝男 更有实力雄厚的干爹做后台 并且最近其主演的电影将上映 通过上述消息 在广大网友经过各种筛选 层层质量严格把关 终于得到一个答案 那就是刘刘刘刘刘亦菲 面对此事此情此景 我们的网友不得不发出一声惊叹 天呐 韩寒还在寒 真让人心寒 而此事却有网友发帖 对韩寒同志安慰到 韩哥 赶自己的妞 让别人说去吧 菊花花下死 做鬼也风流啊